哈啰大家平安大家好 今天要来分享我们当初是如何备孕的 我直接把我们那时候吃的保健品 放到连结下方 其实那时候当我们开始觉得想要 open our window to accept like from now 现在如果有怀孕的话 那我们愿意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问一下 Jason的综艺师表姐 我们是不是要开始调一下我们的身体啊 然后预备我们的身体去进入一个备孕的状态 所以Jason他有吃这个备孕的保健品 然后我也有吃这个prenato 我觉得其实比起这些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关键 不是什么姿势 不是什么受孕的姿势 然后怎么样可以帮助那个 你知道那个卵啊 可以结合 真的不是这些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 你们要放轻松然后享受过程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关键 就不要为了怀孕而去做 就是其实信是上帝给夫妻 两个人之间一个很美 然后一个最棒的礼物 所以这个既然是在夫妻之间的礼物 你们应该要好好的去拆礼物 好好的去享受每一个过程 然后在拆礼物之后 时间对了 那孩子就会来了 所以我觉得备孕啊很多人都会觉得 哦我现在一旦进入备孕了 我们是不是就是每一次的 Sex就是为了要怀孕 如果Sex完没有怀孕 然后我就很disappointed 没有 我觉得你要开放自己一个 OK从现在开始 我们现在开始要接受 we open our window to accept baby you know 那就好从现在开始你们就 可能不戴保险套了 你们就开始双手敞开 接受宝宝 接受要怀孕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多人 我身边有听到很多的事情 就是他们备孕很久啊 他们压力很大啊 然后好像还要算好时间啊 算好日期啊 像很多电影也都会演嘛 老公一下班回家 就是马上就要抓紧时间 抓紧机会 就是try their best 当然这样 我不是说那样就不会中 那样当然以生理上来说 当然是有可能会中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在整个过程里面 你们夫妻之间 能够去享受彼此的 结合 然后最后因为在你们的 享受的过程当中 有了这个宝宝 你们会是更开心的 然后我相信宝宝 我觉得宝宝是感受得到 在你们是很相爱的状况下 有他 而不是在所有的压力 所有的计算里面 然后才有他 其实我们从结婚 我们是2020 也就是during pandemic的时候结婚的 6月的时候结婚 那时候我们的共识就是结婚完 我们想要有前面的新婚生活 大概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然后再有小孩子 所以结婚一年之后 到隔年也就是2021年的6月左右 我们就觉得结婚一年了 好像差不多可以open这个window 那可能半年后怀孕 或什么时候怀孕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好像可以open this window了 所以到大概6月的时候 我们有在讨论这件事情 后来我们最后怀孕拿回算推回来 就是在6月中6月底的时候 我们怀孕的 所以就一切就是很自然的 然后也照着我们心里觉得 we're ready to open this window 去接受这个新的生命 来到我们的生活 然后就这么来了 所以是很感恩 但是这一路上 既然我们知道我们要有孩子 其实我们从结婚之后 我们都一直有在为这个孩子祷告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孩子其实是神给的礼物 孩子也是神的产业 所以不是说我们要用我们的什么方法 去有孩子或是要孩子 或者去变出孩子来 其实圣经里面有太多太多的故事 都是很许多妇女 他们已经很老了 然后他们跟神穷孩子 最后神答应了给他们 所以他们生了孩子 甚至生了不止一个生了七个 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在里面 所以我一直是相信 孩子是上帝给你的礼物 你的孩子是一个礼物 可能这个礼物会包含了许多挑战你的地方 破碎你的地方 透过孩子去塑造父母成为更好的人的一个器皿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就是一个礼物 一个孩子也是代表一个责任 一个孩子又代表一个新的角色 做父母的要去适应 要去学习怎么样扮演好这个角色 所以现在已经十个多月 其实我还是一直在被破碎 再重新被reshape again 然后去变得再更像一位妈妈一点 然后可能隔了一阵子又要再被破碎一次 然后再reshape 然后再变得稍微再比上一个那个样子 再更像妈妈一点 就是在一个不一样的角色里面一直在拉扯 可是却也不断的在进步 在修饰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妈妈 所以在这个角色的接受 还有整个transition 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功课 是要学习的 一个孩子真的 不是像我当初觉得的ready 是喔小孩子嘛 就是喔有小孩了 然后他就慢慢长大啊 然后给伴他长大啊 教他东西啊 真的不是这样而已 就是这中间的每一天 似乎过得很快 但是却也有非常非常丰富 杀实的训练在等着你 对那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会很 觉得你牺牲了很多 觉得跟你过去的身份 你单身的时候的身份 会有很多的拉扯 觉得为什么我要为了他放掉了这么多 为什么我要为了他 我的衣柜衣服全部都穿不下了 为什么我要为了他 不能穿高跟鞋了 为什么我要为了他 耳环不戴了 为什么我要为了他早上起来 以前第一件事情想到的是 我要帮他换尿布 然后要处理他吃的东西 你知道有太多太多这些 把他放在前面 把自己放后面的这些改变 是你一有孩子之后 就要先面临到的很大很大的 牺牲的功课 觉得很不容易 非常非常不容易 就是在崩溃好几次 然后觉得很痛苦 然后甚至觉得 为什么要那么早有小孩啊 然后有很多这些想法会进来 可是这就是一个过程啊 就是你要经历的这些高高低低 你才有可能再看到明天的彩虹 就是要有这些大风大浪 大雨然后去冲刷 重新再来积累 你才会有被磨研之后 更垂涨的自己 所以生小孩这件事情 我真的是单人替你们开心 如果你们在看我这支影片的你们 我相信你们就是准备要备孕 真的真的很替你们开心 但是另一方面也很想要先提醒你们 但是我希望我当初有人跟我讲这些话 孩子来了 你的生活会完全不一样 如果可以你可以先跟你的命一半练习 可以向对方提出一些很不合理的要求 然后看你能不能忍受 或者是就咬着牙答应 因为baby来之后的日子 就是会有很多不合理的要求 可能他半夜就是要起来闹 他就是想要玩 他就是一直哭 他就是不睡 或者是他生病了 你需要半夜起来照顾他 你整夜没有办法睡 或是有很多很多不可控的状况会发生 所以 生小孩确实确实是跟我当初想像的 跟以为的有极大的落差 当然有可爱的部分 当然有美好的部分 当然有看着他一步一步一点一点成长 从不会翻身到会翻身 从不讲话开始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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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出声音或是开始跟你互动 这些都是在这整个package的一部分 但是这个整个package的另一部分 我觉得是很少人去提到或者是去分享到的 导致许多人都误解了 以为生小孩只有这一个部分的package 也就是那些开心轻松简单的部分 但其实他的隐喊的地方 challenging的地方 会破碎到你 会磨练到你 会挑战你的极限 会要把你底线不断的推 一直推一直推的地方 是存在的 所以不是要害你不敢生 是一个提醒 在你们还没怀孕之前 可以先稍微做一些练习 多上网做一些功课 或是跟身边有孩子的爸妈聊一下 或者是去帮他们带个一天的newborn 之类的 你们可以有很多的方式去实习 因为这件事情绝对绝对需要 你们先实习过 你们才会明白 因为这个是你有孩子之后 你没有办法return的 不是像一个东西 你买来你不喜欢 你可以退货 这个没有 所以既然我们去上班 很多都有intern的这个period 你可以去实用 那生小孩这么大 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会不允许自己去intern一下呢 你真的要先试过了 你才能大概知道 会是什么状况 你将面临到什么样的状况跟挑战 备孕真的只要放轻松 就是夫妻之间好好为孩子祷告 给他一个病安健康的心的身体的灵 然后剩下的就是交给神 在这之外 你要做的就是去实习吧 去找身边有刚生小孩的爸妈 或者是有小孩的爸妈 也可以 还toddler啊什么 go try it just go intern 所以在这里呢 先祝福每一位 要备孕的爸爸妈妈们 希望你们都可以在享受的过程当中 得到你们想要的结果 成功备孕 记得去intern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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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